太监,真的有净身不彻底的吗?一位宫女道书显为人知的秘密。太监,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特殊产物,明朝以前被称作宦官,是后宫中一个耳熟能详又神秘的群体。 我们都知道,太监之所以被封建王朝需要,是因为要方便皇家服务,为了避免皇帝的嫔妃和其他男子油染。普通男子不得擅自进出后宫,太监必须经过净身才能进宫当差。 紫禁城里那么多太监,每一个都净身的彻底吗?会不会有其他特殊情况? 1991年,北京紫禁城出摆设出版了著作《宫女谈网络》。作者借宫女荣儿之口,道出了关于太监静身的真相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身体完整和皇家颜面孰清孰众,为了保证皇室血脉纯正,皇帝后宫嫔妃的身边除了宫女,只有静身丸的太监能够静身服侍,在一般人观念中,保持身体完整是很重要的。 古时讲究身体发肤受制父母,何况静身时,需要割弃掉男子身上最重要的生殖器官,那会不会有太监投机取巧,避免掉这个过程呢?答案是在封建社会统治中,没有人能够挑战皇家权威,几乎没有人能逃过静身这一命运,能够靠运气本事,避免静身的太监是极少的,历史上有过记载的更是个例,但这种事情一旦发生,对皇家生育, 天子名望都有极为负面的影响,据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的记载,吕不韦为笼络赵姬,先假装定了烙矮的罪,再买通行刑人,把没有静身过的烙矮送到了赵姬身边,烙矮并未真正静身,有正常的生育功能, 这导致他与帝太后赵姬思通,并与下二子,借着赵太后的宠爱,培养了自己的势力,还在朝堂当中安插了自己的亲信, 还担任着后宠事务的决策者,被封为常信侯,将河西的太原郡更名为烙矮国,可谓荣宠一时, 最重要的是,烙矮因身份优越,曾自称是秦王贾父,并与太后密谋,打算在秦王去世时, 让他们的孩子继位,嬴政得知大怒,然而尚未亲政,烙矮趁嬴政不在咸阳时, 盗取太后的玉玺,调动人马,抢先一步,在秦王所居的齐年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政变, 秦王烙矮交战咸阳,在秦王兵马攻打下,烙矮大败,背叛车列之行, 他与赵太后的两个孩子也被处死,连作宗族,虽然这件事最后未对秦王的统治造成动摇, 但毕竟属于皇室丑闻,对当时的统治者造成了负面影响, 以至于后世评说始终畏决,像烙矮这样以贾敬申太监身份进入皇宫, 还能让后人留有印象的案例可谓少之又少, 但这样宦官作乱后宫的典型例子,也给后世统治者留下了前车之鉴, 太监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,这是关乎王朝统治血脉的问题, 为了避免丑闻,封建统治者严格把控这一环节, 不会让净身不彻底的太监混入其中, 古代统治者对甲太监的惩罚措施非常严厉, 一旦发现,不仅会对其本人施以重罚, 甚至还会牵连到其家族成员, 到清朝的时候,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, 为了防止出现甲太监, 清朝皇家专门设立了内务府, 内务府的一项重要职能, 就是对宫内的太监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, 确保所有太监都符合宫廷规定, 如果太监被内务府发现未完全净身, 会被立即采取措施, 轻则重新进行阉割手术, 重则处以急刑, 大多数能够进入后宫的太监, 都会经过宫外净身师傅和宫内内务府的双重检查, 真能做到投机取巧的人少之又少, 在古代,太监的选拔过程非常严格, 一般需要经过三道程序, 一是选拔, 二是净身, 到了第三步才能入宫, 也为净身过程痛苦, 入宫之后也再难与家人相见, 因此在当时愿意选择这份职业的人, 多数出生贫寒家庭, 进宫当差是为了能够活命, 不过不是所有愿意进宫的人都能如愿, 首先第一步选拔就不是人人能通过的, 清朝时想要进宫当太监的孩子, 必须要先到净身师傅那里去报名, 经过身体检查合格之后才能进行净身手术, 毕竟是动刀割肉的动作, 太监的净身过程是一项风险很大的操作, 如果是一般人家在家中操作, 很有可能会因为操作不当, 让孩子留下各种后遗问题, 还有可能直接送命, 但这个过程会作为一门祖传的手艺, 在净身师中带带相传, 当时京城的净身圈子中, 天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流和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B5两个世家, 净身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职业化, 流水线作业的水平, 每年四个季度, 这两家都会给总管内务府送进好身的孩子, 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, 他们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阉割设备, 做得最为专业, 手艺精湛, 最重要的是, 这里操刀的师傅有着丰富的经验, 因此成功率很高, 经过了净身师傅的身体检查, 这些孩子就可以进入到正式的净身手术, 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现在无法相提并论, 所以手术风险其实不小, 手术过程中采用的止血, 止疼的药物也十分有限, 因此净身师傅在正式手术之前, 都会让净身者的家长或代理人写一份文书, 表达一下自愿净身, 生死不论的态度, 如果在正式下刀之前, 被阉割者出现后悔行为, 净身师傅都会给他松绑, 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规矩, 为了防止伤口感染, 净身的人手术前一天不能吃任何东西, 保证肠道空空的, 这样手术后才不会因为排泄导致伤口污染, 考虑到手术之后还有一段恢复期, 净身的季节常常选择在春末下出, 这样的气温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伤口发炎流浓, 同时气温不至于太低, 有利于伤者恢复, 为了保证手术顺利, 降低净身者的恐惧心理, 手术前受割的人通常会被蒙上眼睛, 手脚被绑在床上, 头颈被抓牢, 防止他因疼痛过度挣扎, 失血而死, 一切准备就绪, 手术正式开始, 被净身者会被灌上一大碗麻醉汤, 操刀的师父还会在净身者嘴里塞一个熟鸡蛋, 避免他因为过于疼痛大喊大叫, 手术用的刀成镰刀状, 由金铜合金制成, 可有效避免术后感染, 术前还会精火制烤, 高温杀菌, 接着就需要净身者自己配合, 将小肚子往外骨, 身子要挺到极致, 师父才能操作, 功力招收太监, 对阉割的尺寸是有规定的, 这需要操刀的师父, 需要要有极高的手艺, 擱浅擱身不仅会影响净身者能否符合宫内标准, 还关系到净身者之后会不会留下后遗症, 刀口擱身, 伤口表面难以恢复平滑, 痊愈后会形成一个塌陷坑, 平时节手会有很多不方便, 身上留下气味不说, 还很容易弄脏医护, 日后生活极不方便, 刀口擱浅, 脆骨会往外鼓出, 继续往外涨, 那就需要挨第二刀, 痛苦程度翻倍, 动完刀, 师父再撒上炉灰消毒止血, 将诸苦胆扑在伤口, 在患者伤处插入一根大脉杆, 这时承受过度疼痛的净身者, 还必须被搀扶起来, 在屋内来回行走三个小时左右, 确定周身血脉还能流通, 没有突发情况, 才能卧床休息, 当然, 手术结束不意味着疼痛消失, 这种剧痛只好麻醉汤是不管用的, 通常被静身的人刚结束完手术, 都会因为疼痛剧烈挣扎, 即使术后数十日后, 都会因为微小的举动, 痛得难以忍受, 这就需要一种特质的大床, 制作成床的木板中间, 停躺时的臀部位置要开一个可拆卸的口, 做成活动的板子, 方便被静身的人从这里排泄, 同时, 为了保证静身手术后的人不会因乱动扯到伤口, 床的上中下位置都设置了套锁, 来固定手脚和大腿, 除此之外, 还要在床下铺上一层炉灰, 以便术后排泄之用, 此外, 为了避免尿液的排泄感染伤口, 被静身的人术后三天不能喝水, 卧床忍受三天的干渴和伤痛后, 才能有饮食, 三天之后, 迈结赶被取下, 能够被静身师傅确定手术成功的, 就算是真正生理意义上的太监了, 他们会被挑选到宫中当差, 自此踏上一辈子伺候别人的路, 被静身后, 割下的器官一般都是由静身师拿回来, 并用红布包裹挂在高处, 以象征红布高升, 在这之后, 等到太监有钱会再再来高价赎回, 和自己一起下葬入土, 这一程序被称为赎兰, 大多数太监进了宫, 日日伺候皇家贵人, 脏活粗活一天不停, 还要面对自己身体残缺的现实, 其实日子过得也很辛苦, 像东厂魏忠贤这样全是滔天, 或者大太监安德海这样受宠达的人很少, 等过了几十年, 能在宫里当差到老平安出宫的太监, 就会拿着自己多年宰下的一点积蓄, 去静身师父那里, 把离开自己多年的一点骨肉赎回, 和自己一起认祖归宗, 如果不幸允命宫中, 或者一生平庸没有积蓄, 老年太监无法高价赎兰, 他们只能在晚年时被赶出皇宫, 流落街头, 污浊污落, 劳碌一生, 只为骨肉齐全平安入土, 太监的生活是不可谓不是一场悲剧, 太监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性,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, 也是伦理, 社会复杂条件下的悲剧角色, 他们的存在既是一种制度的反应, 也是社会和历史发展变迁的写照, 历史洪流滚滚, 太多传奇迷离的故事已经消失在长河中, 但太监这一身份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, 以及对权力和社会制度的思考仍然具有重要意义,